我们今天呢来到了KFC开封菜 你知道吗可以个位号叫开封菜KFC 好久没有回中国 现在全部要手机点餐 我像个二傻子一样在那 然后服务员就过来帮我 但我觉得有点缺少人性化呀 如果像那种老人孩子不能用手机点餐怎么办 他有一个柜台也是可以用正常的点餐 对呀 是的 而且都要用支付宝微信这些东西 你像国外回来的人没有的话怎么办 塔温呢在哪 塔温 我现在拍的视频呢 大部分是给公公婆婆看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肯德基呀什么样子 韩国也有 但是在韩国肯德基的人气特别的低 因为韩国本土的炸鸡品牌特别厉害 我婆婆现在就看一看就知道了 中国的肯德基是这个样子 人气蛮高的 塔温呢 塔温就缠着要吃冰淇淋 能跟哥哥一起吃草莓盛代 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 我老公点了一个雪顶咖啡 他说最喜欢吃肯德基的 最喜欢吃肯德基的雪顶咖啡 喝咖啡是最好喝的 本来呢是有美式咖啡对吧 我说你你点这个 他说我不要不要 来的中国的肯德基一定要喝这个雪顶咖啡 中国的雪顶咖啡 最最好的 韩国呢 好像没有 我感觉韩国没有做出这种味道来着 我的天呐 现在回来有一点点的文化修课 很多东西呢 我已经四年没回来了 很多东西感觉又熟悉又陌生 慢慢的适应一下 塔温呢 非常努力的在吃呢 塔温最后呢 一个人要吃光所有的冰淇淋 戴上哥哥的小帽子 新满意多了 草莓生带 好了 给他擦擦手 肯德基的角落里竟然有这么一个滑滑梯 塔温可开心了 你跟向雨哥哥一起玩 你找向雨哥哥 哥哥一起玩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孩子都开心死了 肯德基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样我公公婆婆 每天看我的视频就知道 塔温在中国过得还挺好的 好了 哥哥来了 一起玩吧 你们俩玩哈 我先走了 挺好的 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 塔温要是再有一个弟弟 妹妹也挺好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年纪差 妈妈 我先走了 她坐那 好 这一带 我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